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析一下在这个比较高的利息环境下 什么样的投资形式是比较适合的 那么我们现在把这个时间转到Eva那边 让她和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她的一些意见 Eva 你请说 好的 我们现在就是很关注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的inflation 通货膨胀 我们现在去市场买东西 我们都发现油 鸡蛋都很贵 然后为什么我们通货膨胀这么厉害呢 大家都知道我们COVID完了以后 然后我们就是供应量的断接 然后通货膨胀又引起我们的利息加息 从2020年4月份开始 我们也加了8次的利息 从那个Bell Canada Rate 0.25 直到今天这个月为止 已经是4.5了 那跟我们息息相关的话 那个Bell Canada Rate 那个利息就影响到我们的Priorate 是吧 我们的Priorate才是 我们你看我们这个是一阶一个阶的 加上去的 然后跟我们关系大的还是我们Priorate 是我们贷款的一个利息 我们看看从March 3号到2月3号2020年 到我们今天就是我们Priorate 已经加到6.7% 那这个是对我们息息相关的 我们的Mortgage Live Credit都是从这个Rate上来计算的 好像我们的Valable Rate Mortgage 我们是最熟悉的 就是我们有那个房子的 我们都会知道 我们看看现在的5年的Valable Rate 已经很高了 最低的现在是RBC 然后在TD已经6.45了 如果我们每个月看到我们Mortgage Statement 我们发现我们每个月利息是增加了很多 然后我们的下面的Cost 是把成本 借款贷款成本加了 那我们也想说说 那我们投资是不是也会增加呢 我们该怎么投资呢 我们今天就是今天主题 我们看看我们该怎么投资 然后在我们看我自身 我们该怎么投资的时候呢 我们看看全球的Survey 有点就是2020年的 大概是在我们资产 有100万以上的人 他们是怎样做他们的财产分配的 他们呢 跟我们华人有点不同 Limited Equity 就是我们的股票啊 股票市场投资 Fixed Income呢 就是包括我们很熟悉的GIC啊 Bond啊 Real Estate啊 Real Estate就是Alternative 那个Investment Fixed Income还是GIC啊 Bond啊 Government Bond啊 那方面的投资 Alternative呢 就是有那个地产 我们华人最喜欢的地产 这里才26% 我觉得我们华人当中呢 会更高的啊 然后在不同的 Asset Allocation 我们看看最近 他们的Performance 会怎么样啊 Fixed Income 刚才所说的啊 就是一些Bond Government Bond 还有那个Corporate Bond 在我们就觉得啊 政府应该是很安全的吧 但是因为是高利息的影响 我们的Bond啊 也是啊 Performance不好 所以导致一些银行啊 他们就给了大家很大的担忧啊 因为利息高了 那个Bond的price就低了 所以那个Government Bond就啊 下降了13.2% 然后Equity呢 也做得不太好啊 就在2022年的时候 在Emerging Market也是下掉了 22% 然后Community呢 就做得好 Natural Gas 因为无论利息多少 经济如何 我们还是要取卵的啊 然后就知道了 我们现在不同的 Asset Class of Performance 那对我们来说 我们普通的市民来说 我们应该怎么投资啊 是吧 我们也 也想买点股票啊 也很怕 因为那个Performance不好 Bond也在那个Price上下降 那是不是一个好的时机 是进去这个Bond市场 那我们再看看答案是对的 应该拿这个时机 在这High Interest Rate的一个情况下 我们可以买点Fixed Income 我们先说Fixed Income当中的GIC吧 你看看我们一年多前 有的客户 有的客户 我的保险客户说 你帮我看看 One Year Fixed GIC 我都很难为情啊 有的是1%还不到 我都不好意思报价了 然后呢 今天我们来看看 Low Bank有4.55% 然后5年了才3点多 现在还是一个好时机 买一些短期的Fixed Income GIC 然后如果你看 为什么5年比1年还 利息还低呢 是因为我们的利息是 我们期待着啊 它会下降 然后除了GIC 我觉得也是个很好的投资 现在啊 4.55%真的不错的啊 因为它是guarantee 你给你4.55% 然后第二种呢 我们说说的Fixed Income 是我们刚才所说的Canada Bond 它是 它的Return是负数的 就是说因为Interest Rate很高 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买的话呢 那个Bond的那个 Price会比较低 而且它的EU 你看看是刀挂的啊 它短期的还是4.3 然后呢 它的Low Turn是2.7 就是说明就是我们Interest Rate 有可能啊 就现在不增加 或者在5月份 这个美国那个Federal Reserves 会议的时候 有可能会增加 但是对长期来说 我们还是觉得Interest Rate 会降低的 所以短期Fixed Income 也是我们的 比较理想的一个投资方案 然后我就做了 Insurance啊 就保险 封红保险 在做了很多很长时间 所以我对保险 也是有点了解 那保险 我刚才所说的 分红保险 也是那个Fixed Income的一种 为什么它会是Fixed Income一种呢 我是以现在的分红保单来说 Live Insurance 它的10年Return 它的分红是6.7% 然后比较那个TSS 那个是5.76的比较 但是分红保险 你看它10年 它的Standard deviation 它0.44 然后那个股市 11.72 就是说在保险 它是 它的投资是比较安全的 而且是可靠的 在它 而且它的回报也不错 6.7 10年的回报 所以你对投资保险的一个资金呢 是比较安心的 而且比较有保障的 它分红每年都分给你 它分给你的以后就是你的 而且它的那个 除了有投资的一个功能以外呢 保险一个保障 如果说有什么意外的话 死亡的话 还会以它的contract 它的合约 那个数目赔偿给你的 然后呢 我们华人嘛 对吧 不能地产啊 是很popular的 不能不说啊 然后我们说 如果投资房地产 怎么样呢 如果说说的 我们有时候人生 有很多选择题啊 但是在投资方面 我觉得我们都可以选啊 不用选一 也不用选二 我们全都要 我觉得在我们的资产配置当中 我们都每个asset class 我们都需要有点的 所以房地产 我们是不是也要有呢 我觉得是要的 就是房地产 不用说了 然后现在是不是应该去买房地产呢 我看到现在路边啊 有很多牌在买卖的牌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开始浮输了吧 但是我们看看的价格呢 从上一年到现在 已经掉了3.82个percent 可能就是跟那个利息增高 有关系了 然后现在 市场就开始合约起来 就可能大家都看到 生命就是有盼头了啊 那个利息就是觉得 已经加都加好了 不会再加多少啊 再加也是加多一次 什么东西的啊 然后看到的long term GIC还有bond 大家都觉得应该是会下降的趋势啊 所以现在房地产的有点吼约起来 然后除了房地产 GIC bond 我们也可以投一些就是 equity刚才所说的 那个全球的survey当中呢 49%都满 那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觉得 我们也需要投资一点股票啊 那该投资什么呢 你们可以问你们的financial advisor 根据你们的自己的financial objective 你们喜欢还有自身的那个risk 就是对风险的承受程度来决定 你们喜欢哪一种的投资 那如果你们想比较有利息 就是那个股息收入的话呢 我觉得加拿大的银行股呢 有很大了 dividend还是不错的啊 就是有bns 就scotial bank6.1亿啊 比如那个GIC还高了啊 最低的是RBC也不错 刚才我们看的GIC也4点多一点 还有就是他的risk呢 因为他你说股票 我不知道他的分红很好 但是我不知道他股票怎么样啊 因为最近有那个硅谷银行 在48个小时之内击空 然后呢就bank up了 然后还有TD是吗 有最高的做空 大家对那个银行的安全性 也很那个担忧 但是我就觉得我们加拿大的银行 还是非常安全的啊 在那个2008的时候 我们也是非常稳健的度过来了 然后我们在市有投资 是有风险啊 但是我们就不能不投啊 每一样都投一点 然后在各种投资当中呢 他虽然有风险 但是他也有绑炸啊 比如说如果我们把钱买GIC 放在银行里 银行倒闭了怎么办 比如说加拿大银行不会倒闭 但是如果如果真的万一他怎么办呢 他也有一个叫做CDIC的Deposit Insurance 是每个户口啊 每个category 他有最高的保障是10万 然后保奖公司呢 他也有保障 就是他最少赔你85个percent的 那个coverage 你的保额 所以就是在还有investment的 也有potation fund 他最多保到100万 那你看看那个insure 看上去啊比较安全啊 因为你看到他的保障是no limit 你看看我们现在我们的各个家庭当中啊 有10万的 100万的我觉得也不少啊 但是但是如果说超过这个数 我怎么办呢啊 那保障公司呢 我觉得就是从那个保障来说呢 就比较安全 他没有上限 就是保你85个percent at least 如果说你数额更低的 在20万以下的 或者在那个cash value 6万以下的 他100%都会还给你 说了那么多啊 他各种投资机构有那个保障 但是啊最好的我觉得 你的投资就我觉得应该是有asset erification diversification 就是分散投资 就是每个category 你都会买一点 就好像一个pi那样子 你买个pi 都是有一部分 是你不同的资产支配 特质 所以在你买GIC也好 买股票也好 买房子也好 我会建议你买一个人寿保险 比如说保险因为他除了保障你的财产 还要他就是也是一种投资的方式 大家都是想增长的投资 然后是保障自己所有用的东西 我说就是今天我讲的内容了 我是专门做那个保险理财的 如果说你说对到投资 你现在就觉得想做一些投资方案 我建议你可以找你相信的一个financial advisor 你又做保险的 你可以找我 很欢迎跟大家探讨 好谢谢大家 好的谢谢Eva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介绍 那么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 可以跟Eva进行探讨 那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拜拜 Eva拜拜 拜拜 谢谢Winnie 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